各位嘉賓、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跟著這一天半的討論 其實帶進去一個具體一些 在香港的背景裏面 我們在昨天和今天早上其實都提到的 因為基督徒,即是廣義的基督徒 其實在香港仍是一個少數 無論是持訓者,以至關顧者他們照顧的對象 很多都未必是基督徒 所以我想我們要放在香港這個跨文化 和宗教的金陵路裏面去看看 《訓導天》裏面所說的這句話 大家其實都很熟悉 《世事有時節》 《生有時死有時》 在中國文化裏面提到 《生死是到人生的問題》 其實都有很多這些經驗 印象比較深不是中國文化的 反而是巧克力 這個是《Forest Gum》 這部電影我個人也不知看過多少次了 其實她提到她媽媽經常說 《Nibu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究竟在人生的道路裏面 我們去嘗試這個巧克力是什麼呢? 我們看回香港這個跨文化 跨宗教的情況 我們在網上做的調查 在過去這一年幾找到的資料 其實政府提供的資料都是2016年的統計 天主教徒是37萬 基督新教的是48萬 佛教是超過100萬 道教是超過100萬 而今年年初 教區的統計 在婚姻裡面 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的婚姻 是佔80% 所以過去這一日幾我們的討論 家庭裡面 家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不會是一個很簡單 天主教就是一個所謂順友的家庭 其實那裡還是佔一個少數的 所以在這次我們籌備這個研討會裡面 在去年十月的時候 我們有六個聚焦小組 這個研討會的聚焦小組 其中一組是我和女神父負責的 就是邀請了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 參加這些關顧服務的這些服務者 有牧師、有法師、有神父、有修女 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去談究竟 在他們照顧長者的經驗 他們照顧長者 很多都不是天主教徒 或者基督徒 究竟他們怎樣去面對呢 我們看看一個很基本的原則 就是在梵蒂江第二次大公會議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文件 提出的一個原則 我想因為這個原則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我會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就是天主公教絕不平氣 這些宗教裡的真、聖的因素 並懷著誠懇的敬意 考慮他們的作史和生活的方式 以及他們的規界和教理 就是對天主教的公教對著其他宗教 他們會抱著一些誠懇的敬意 這一切雖然在許多方面 與天主公教所堅持所教導有所不同 但往往反映出土照全人類的真理之光 因此教會勸告其子女們 應以明智與愛德 與其他宗教的信徒交談和合作 為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作見證 同時承認、維護並宣傳 那些宗教徒 即其他宗教所擁有的精神和道德 以及社會文化的價值 所以這是在梵蒂江第二次大公會議裡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 將天主教整個普世教會的發展 帶到一個新的領域 所以今天跟大家在很短的時間裡分享 我選擇用一個所謂自傳式的民族學 反思的方法 英文叫做 英文叫做 所以在我個人的經驗裡 可以看到儒式道和基督教的分別 從個人的經驗看到族群的經驗 所以是一個族群的經驗 不是我個人的經驗 而我是集中在五次的 再跨文化和跨宗教的生死之旅 在過去這一日半的討論裡 其實生死的問題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這是我家裡的一個佈置 是一個跨文化、跨宗教的佈置 是有觀音的 因為我媽媽是拜觀音的 而在後面的《離山世界文明論壇》 是儒家思想的 所以有一個跨文化的背景 的融匯在我家裡 這是我一個宗式的紀念 我先祖 我爸爸媽媽和我祖先的 一個小的祭壇 我爸爸和我三位的恩師 這是我們天主教的 一個念祖的祭壇 是有我爸爸媽媽和我的外父外母 以至我爸爸媽媽和我一起的每個哥哥 其實當然還有一個是我小狗 我小狗的骨灰都放在那裡 我外父外母的骨灰都放在那裡 所以我們看看我五次生離死別的經驗 第一個是在1964年 我有一個哥哥十九歲 自己一個人去澳洲讀書 不夠一年多就死了 我孤獨在澳洲病世 很短的時間 一個兩個月就死了 這張我爸爸媽媽在機場救 在機場送他的時候 我記得他從澳洲的遺體 在一個很窄的金屬鐵箱裡 運回來香港 我在殯儀館裡面去開他那個鐵的金屬的箱 看到我哥哥很硬地躺在那裡 這是我第一個經驗 而我們的祭 我記得當時由於爸爸媽媽已經很傷心 我沒有理會 他就交給我哥哥 我哥哥是信道教的 所以用了道教的儀式 但我哥哥是基督教的 所以你看到 在一個廣義的基督徒身上 他死亡其實是用什麼儀式 他有沒有考慮到 我們有沒有考慮到他的所謂信仰呢 其實是沒有的 接著第二次的生死之旅 就是我三個恩師 唐君毅、牟宗三先生 和黃德超先生 三個在我讀書大學裡面 儒家最有代表性的幾位老師 當我在美國讀書 沒多久回來 七七年 他們根不夠兩年之內就走了 所以我一直寫著 無緣謝詩詩詞詩詩 勿寶記情情永在 所以唐君毅先生寫給我的字 牟宗三先生寫給我的字 還掛在我現在的家裡 我們中式的念祖壇上 是有我三個老師和師母的相 從這裡我們看到 究竟儒家文化的長者的靈性 因為時間的問題 只可以很簡單地說 在核心理念裡面是孝 敬勞大家都知道的 家庭的溫情 新聞的意義 孔子所說的大家都很熟悉 《五十知天命》 《六十以信》 《七十不如據》 其實經歷了人生這麼多變化的時候 物我合一、原容無外的狀態 當六七十歲的時候 外在的規範已經內化了 變成了內心的價值 而成為了最大的內心的自由 所謂心安理得 儒學的文化和掌聲的靈性 社會的連結、倫理的關係、人愛 從修身去到天平天下 信念裡面儒家做最重視的三不紐 立功、立德、立言 本節所說的 招民道即可死也 一得道 根本生命的意義 已經得到一個圓滿 第三次的生死之旅 就是我爸爸的離世 我記得 我七七年從美國回香港教學 不夠十年 就爸爸離開 是很突然的三天 因為中風很快 兩三天就逝去 我記得在醫院的床邊 我跟他說 爸爸你已經可以講安心的去 因為已經做到很多的事情 所以這個雙親的健在 大家都知道 所謂樹肉靜而風不食 是追不回的 但是我爸爸是一個道醫 是一個道教為主的醫生 所以道佛如融合的中醫 他幾十年在油麻地 是幫了很多窮人 當時油麻地還有旦家 在碼頭裡面很多的船民 就是葉問的榮春 那個果欄裡面的那些工人 他幫了無數這些工人 所以在他這個道家的 所謂余色道合混合的道醫 道醫裡面 所謂普及化的道家的精神裡面 我們看到所謂陰陽五行 我父親的父親是接近一百年的中醫 所以在這個皇帝內經裡面的 所謂精氣神 道教所說的貴生養生 調神養氣 整個生命 面對生命的時候淡化死亡 所以我爸爸一生都很清淡 莊子所說的齊生死 我想這些道理 大家其實都很熟悉的 所謂人生的價值 所謂自虛守正修道 心齋助亡這些境界 站在道的最高的境界裡面 去看人生 看生死 因為道教其實最重要是成先 所以先道在哪裡呢? 其實不在未來 在現世 所以整個道教的精神 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精神 是一個文化的系統 比儒家的思想可能更重要 因為它影響我們所有的生活 第四次的離別 就是我和我媽媽的離別 十年相聚兩忙忙夫妻場面 再相聚 我爸爸走了之後 我媽媽說了一句話 如果夫婦能夠有女性先走的話 她丈夫遲死的一種情況 就會有一隻鵝 有一隻白鵝 會摺這個女性的靈魂 其實這個是把我媽媽 在我爸爸離世的十年裡面 其實她自己的生活 我和她一起住 後來我結婚了 和我太太一起住 其實陪了我媽媽十年 看著她整個衰老 以致離世的過程 這個是我自己特別幫我媽媽 設計的大便大小便的椅 特別買了一張梳化椅 在中間裡面戒一個口 因為她太瘦了 她坐不到一般的便椅 所以我特別去設計了一張便椅 我坐在下面下面還有一個盆 那我媽媽是最後的一個階段 我媽媽是很早十幾歲的時候 已經相信了佛 而在這個佛教的思想裡面 其實對生死的問題的看法 和儒家道家是很不同的 因為在佛家的整個精神裡面 連同我們所說的佛教的思想 她是很強調這個 所謂緣起聖空 空至無聖 所有的事物是依恩代源 有恩就有緣 所以原罪則生 原散則滅 人有生死病老 大地有承住壞空 人心有生住而滅的變化 所以世間的萬佛無一常 絕不變 是一定會變的 所以有無常的概念 而在佛家的一個很高的境界 就叫做平常心 剛剛前幾個星期 我去看一個西醫 一個外科醫生 他是一個佛教徒的外科醫生 他掛著這個字 叫平常心事道 這個佛教的外科醫生 一見到我就談 我說給他聽我們有這個研討會 還給他一個poster 不知道他有沒有上網 他就送了兩本 一個佛教的醫生 去講佛的精神 所以在佛學的精神裡面 人生的價值 平常心事道 行住作惡 應機接物盡事道 日常時鐘無錘 無寫無執 這是人間的佛法 而是一個自性清善心 圓滿的融通 原容這個字的根源就在這裏出來 第五次就是我外母 就是我太太的媽媽的經驗 在2019年 我們陪了他二十多年 到他到2019年 98歲離世的時候 他關進堂神父在他2018年 他97歲的生日 特別去舉行感恩祭祝福他 而他的床邊 是有耶穌聖母的像 但一樣很特別的地方 由於他的眼睛和心情 他很多時候晚上起床後 又害怕 所以他抱著觀音 去當聖母 這種跨文化的經驗很清楚 他根本是抱著一個觀音 因為觀音是很高的 他抱著他 然後是當聖母去祝福他 所以我們最後想提出的 總結一下剛才所說的 在凡義中所提出 對其他宗教我們理解 尊重其他宗教真誠神聖的教義 在凡義期間裡 一個很重要的天主教神學家 Karl Rainer 特別提出一個理念 就是天主的自我通傳 Self-communication 和無名的基督徒 這種包容性的基督論 今天關進堂神父 其實今天都提到 拉內的這種很開放 很包容 看到伊納爵所說的 萬事萬物都找到天主的思想 最後一個一分鐘的總結 其實我們看看這個跨文化 和宗教的理解和尊重 其實我們看到 人性是神恩的普世化 無論我們用什麼概念 宗教思想的系統 以至神學的系統 都有它自己描述的一個 Narrative 一個Discourse 一種講述的方法 當我們面對身體衰退的時候 一個圓滿的人生是什麼呢? 一種圓融的生命的發展是什麼呢? 就是瑜伽所說的人愛道德 終身無憾 其實這是我爸爸的一個體驗 在道教清淨至道裡面 先道活在人間 我曾經認識很多這些道教的朋友 其實他們在他的生活上面 已經成為了一種道的先 而佛教 佛家所說的 緣起聖空平常心 所超越的生死 都是我們值得去尊敬 和了解的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 各位兄弟姐妹 各位我們尊貴的講者 今天很多謝郭教授 和我一起在這裡 可以互相對話 剛才大家聽到郭教授說 天主教瑜伽佛的一個思想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對這方面的認識很多 和他對各方面的了解 亦都很清楚 透過他自己和他家人六次的經驗裡面 他將他完全表達出來 藉著這個表達的時候 其實我接著的時候 究竟我要說什麼呢 我自己就在那裡想很多事情 都要想的 所以在這個表達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我剛剛去了羅馬開會 看到教宗 所以剛才《教十一》出來的時候 就說了我們凡義裡面 非基督宗教宣言的內涵 這就是我們在讀宗教教談的時候 我一定要說的一個內容 因為我們整個教會在六十年前 已經開始說了這個思想 對其他宗教的神聖和善的地方 好的地方 我們都要接納他們 而且要和他們一起有一個對話 這就是一個教會的突破 加上這個突破的時候 我們更加會看到 當時也是卡拉娜 即是拉萊 他在這個時候 帶動了一個很清晰的教會官 這個教官 不只是他們公平的教官 是一個很落實的教會官 藉著這個落實教會官的時候 我就在羅馬回來之後 很不知教授會說什麼 所以我根本不知怎麼表達我自己 我就想一落下來的時候 就可以回聖堂 或者找個電腦可以做功課 準備我們這次的講座 怎麽不知一落機場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告訴我 你中了招禍 莫名其妙 被他捉了去隔離 那種隔離不是普通隔離 所以現在很健在的 不用擔心 我就開始想了 一個忘我的精神開始了 所以在余道佛裏面 這個忘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特別是道家精神 在道家精神的忘我的時候 我就簡單單單寫了幾句話 虛弱的新心靈使自己浮沉不穩 不知不覺之中 亡名其妙地中了毒 將自己隔離之後 你什麼都要放下 當你放下的時候 你在怨無二思 你要很積極地面對 吃東西好不好吃 你會覺得怎樣 有多好吃就算了 不要說不好吃 不好吃你就不想吃了 你就讓人覺得不錯 原來感謝天主 因為天主給了我們機會 在那裡 你會看到 政府的安排都不錯 給我去納佛裏住 一個好美麗的酒店 比我預訂那個 然後免費的 然後在那裡 就看到 放下所有的一切好一點休息 就好像生死之間的掙扎一樣 你就要有這樣的精神 亡條一切 直至亡我的時候 我們更加會看到 你要走過的生命 你就慢慢將自己發入夢境 這樣發入夢境的時候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裝修夢蝴蝶這個思想 就開始在腦裡浮了出來 夢生夢死也好 無論怎樣也好 你在生命之中 你就要去準備自己 無言去面對 當自己無執於蝴蝶的時候 你就變成蝴蝶揮手 就覺得很自在 如果不是的話 你混在一邊的時候 包括你不自在 當你面對死亡的時候 你更加不自在 所以有時在這裏 聽完教授說 我都要講些例子才行 我小時候 就聽爸爸說的 媽媽在鄉下的時候 他對自己死亡不害怕 他那時候是千民間宗教的思想 他只有一個東西就是 他在自己家的後院那裏 因為我們潮州人那些四點金後面有個空地 空地那裏 他為自己買了一個半材 一個叫大屋 他有空地 就是看著他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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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说是迟早要的 就是这样的经验 我发觉到人挥一挥手的时候 那份自在是在你心中的 不是在别的 直着我们这个自在的时候 我们更加可以看到 无形的超越 生死与死生同体 有灵生善中的交谈 你自己要与自己的死亡交谈 当你与自己的死亡交谈的时候 你就无拘于生死 当你无拘于生死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握这个真元柱 真元柱我稍后就会说的 刚才教授也说了 心齋作亡这些度假的思想 就因为心齋作亡的时候 轻易亡岸让自己走去 综合了文化和信仰之旅的时候 那一你就可以跳过生命所有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内在的一个综合 直着生命的综合 我们更加能够可以将信仰和我们的文化 连在一起 所以轻轻的亡我走料 综合了这个生死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原来人与人之间 我们进入第二点的时候 是一个陪伴 生命永远都是一个陪伴 这个陪伴我叫做亡我的陪伴 在灵安或者灵生线中的陪伴里面的时候 我们留住一份安宁在这里 这份安宁我可以 或者就是这个平安的陪伴 讲个例子 我带子妈妈死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去 因为她是废肯死的 那我们大家都去面对她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也移民去温哥话 我看着带子和妈妈爸爸的时候 和姐姐的时候 他们加拿大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当你临死之前 她给了一间房 独立一间房 独立一间房的时候 那些人照顾她的两天 真是两天时间 开始的时候陪伴很重要 陪伴之中就要交谈 那时候我刚刚就在那段时间 陪伴他们 大家都很吵很吵 直到这个吵的时候 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陪伴 最后我们就跟他们商量一下 不要静静地让我们人与人之间 能够安心 那在安心的后面的时候 我就鼓励他们 由他们先生和太太 两个人给一个空档时间 我们个个都忍退 然后让他们两个人在交谈 那两个交谈的时候 我先跟他们做了心理准备 就是说你要将你这段时间 这么多年了 陪伴着这么多年 有什么好语不好也好 两个人说清她 说完她 说到你们自己说 没有人知道你说什么 你就跟太太说 怎样爱她 怎样对不起 怎样好也好 就关上门 他们两个聊了一个多小时 聊完之后 那位先生出来 哭着嘴巴出来 整个释放了 他又释放 太太又释放 然后儿子进去谈 有独立一个人谈 说完之后 女儿又去谈 我们自己个别又去谈 亲戚朋友逐个逐个去谈 谈完之后 发觉病者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那份的安慰很大 那我们谈完之后 我们一起做彌撒 一起祈祷变玫瑰 这样准备面对死亡的一个人 他整个交给天主 他无拘于死 这才是一个好的经验 这就是生命外的鼓励 不是为自己的一生 或者未尽的东西 有怨气 将所有的东西化解 化解之后 就要不悔不轨 不怨入 所以不悔是自己努力的成果 当我们自己努力成果之后 你就会发觉到 在不悔之中 能够全心养性 所以可以心安 错了什么 就改 所以成为不悔 你能够改过 你就不愧悔 这就变成不悔 所以不悔是自我生命的肯定 不悔是自我生命的肯定 肯定自己不会伤天害你 能够顺应天命无愧一生 不愿的话是自我生命的修养 能够下学上达 不愿天不由人 谦卑慈下 不贪 不努 不迷 其实这几个字 你就会发觉到 在不愿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下学上达 瑜伽思想 下学而上达 不愿不由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后面的时候 那一刻正正都是度家思想 是带领着我们能够跨预生命的一切 所以能够做到 养不愧于天 苦不宅于人的时候 加上家人那份爱的陪伴 这个就是心爱心潮的一个人 终于能够安全地陪伴自己身边 两眼相望 两意相听的时候 两手拥抱的时候 在那一刻 你发觉到 在心头的时候 是对生命的一个珍惜 这份爱缘很大 所以那次 季代子对女儿 和妈妈的一份陪伴是很好的 所谓 结缘在人间 相爱永无尽 心心相戒之中 伴我到永恒 他看到的是 在天主那步 找到生命的力量 这就是 亡我的陪伴 在亡我的陪伴之中 我们更加会看到 刚才说 当他们去相爱 互相交谈的时候 那一刻 我们会说 在灵安或灵身善中的交谈里面 有着无私心的爱和传承 在生死之间、信息之间 将真正的交谈的空间 拿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握了这个机会 再加上同心的祈祷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 生命会带来很大的安慰 直到这个安慰的时候 我们更加会明白到 生命在爱的交谈里面 带动了我们很多人 所以我写了 爱的交谈必定是 真诚无偽的互相心交 爱的交谈一定是 生命肯定和精心的关爱 爱的交谈一定是 身心灵的触动和苦膜 爱的交谈一定是 安宁陪伴事 爱的服事 爱的交谈的时候 我们更加会看到 保持内心的平和 内心的灵情 爱的眼神相待 爱的口吻相谈 以表达爱的坚定 这个也肯定了我们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阳情权 此事古难传 好一句的古难传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之中 去面对一切的时候 你会看到 我们将文化和信仰 融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将你的生命 活出来的时候 那份亡我 那份善中复生的力量 带动了我们 其实在警惕我们 大家要珍惜 识缘 这个佛教经常都说 但是我们自己 基督宗教的话 都一样说识缘 多结爱缘善缘 完成我们的圣缘 所以在神圣的缘分里面 我们更加看到 有自我深度的反省 所以花未传开 月未完 沉花待月 诗依然 这个是我们人本有的 一个思想的内涵 所以明知花月无情物 若是多情更可怜 有时有些要放下 我们不可以多情 但有时不应该多情的时候 你多情的时候是自己的可怜 尤其是在夫妇生命里面的时候 你的多情就会害死你自己 所以生命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需要这一份力量 虽然花月无情 我仁有情 但不可以多情的 因为我眼中有你 你眼中有我的时候 在基督之内 我们就会体验到 基督在我内 基督在我在基督之内 这一份尊一的依归 这一份依归才是我们生命的动力 直到这一份动力的时候 我们那一刻 面对一个老人家要离世的时候 你还不专心 还多情 这个是害了人 害了自己 所以这里我们更加用了基督 真真正正 记不记得基督在《若望福音》 第十七章的时候 讲什么 祂的祈祷 合而为一 我在你内 你在我内 那份的合一精神 这一份才是我们要有的 直到我们要有的时候 我们更加讲 我们中国基督徒在信仰 和文化之中要学习 对自己的身份肯定先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身份不肯定的时候 我们会失去我们自己的方向 所以我们说 我们在生命之中流出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血的时候 那一刻 加上我们身上基督 以基督的心为心 那一刻我们确定了 我们生命中有爱 直到这个有爱的时候 刚才教授说了很多 瑜伽思想或者道家思想 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都一样是这样的 既然这个历史文化的血 在我们身上流出的时候 我们就要记得 就像大学指导所说的 在明明得在亲民在子于自善 我们就要有一份精神 我们要加密自知 诚意诚心 收心齐家直觉平天下 这是我们的方向 直到这个方向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看到 心齐测亡 堕肢体绝聪明离形去之 同于大通 要通达一切的时候 那这个才是肯定身份 所以我心中有爱 灵安善中的时候 这份恩魂的味道 可以帮助我们安慰自己 亦都可以超渡人灵 直到这个互相的安慰 互相的超渡的时候 我们生命就有动力 所以到最后一点的时候 我们说有时需要明白到 宇宙之间的关系 就是明月来相照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明月相照 不要看着说 哎呀 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 今天的月不是明月 是一个微月 微月都是光明的 所以明月来相照的体验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到王位所说的 心临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面对人死明的那一刻的时候 内心那一刻孤直无助的时候 我们看到爱的陪陪 爱的交谈 和爱的祈祷 都是明月来的 通过出现的明月的时候 正是黑暗夜晚的时候 天下 天上 有很多密云的时候 那一刻 黑暗暗的时候 那一刻 你看到的明月就是 这一份 一点的明月 正正就是 好像一点的爱一样 就好像徐子摩所说的 他在看着大海一片的时候 黑叉一片 远远一点火 而这一点火正正是 一只夜晚出去捕鱼的船 他点着灯 就在大海茫茫里面的时候 他只是看到这点灯 就打破了整个黑暗 那一点不灭的火焰 那一点不灭的爱心 就在你心中 所以我们说 在这个心中里面的时候 我们更加会看到 生命的动力 需要在明月相照之下 人人的心中没有杂魂 要放下杂思杂念 虽然是痛苦孤直的黑暗 但是深深相印如明月的时候 那个相照就能够照亮我们 因为我们是真诚相爱 这个美貌展现了出来 互相充满着希望 同心面对一切 在同心面对一切的时候 这是生命的考验 所以因着信仰 我们永远充满着希望 这是亦经告诉我们的 由结婚也好 这句话可以为结婚的人说 亦可以为我们每个人说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同心之言其臭如辣 这个就是在同心之中 二人两个字其实是一个基础 不是我们经常说 兄弟同心、姐妹同心 原文是二人同心 因为它隐藏了 二人变成一个字的时候 是什么字? 人爱的人字 所以两个人同心的时候 在爱中同心的 你才能够解决困难 同心自言其臭如辣 所以你的生命好像蓝花那么兴殃 所以信仰之中的同心 是能够跟基督同心 我在你之内合一 你在我之内成为一体 基督就在我们之内 永远联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 真正的明月为我们来说是基督 基督光照我们 引我们步入永生的时候 我们打通了永生光明的大路 因为耶稣说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 祂为我们打开了天家幸福的大门 即使我们打开这份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我们可以用第二个点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真元柱 这个也是我们明朝邪幼 他和黄尤明是一个生命动力 他说到生从何柱来 化往何柱去 化化与生生便是真元柱 所以你要看到 化化与生生 化化就是死亡 化化后面有生生 这个也是庄子 在他的思想里面很清楚 生生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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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生 八个字而已 这个生生死死死就是我们现象的人 你现在就是生生 不过你要面对死死 当你死的时候 你就面对和大度相通的生生 这个就是化化与生生 到化化与生生到最后 我们回到真元柱 这个就是出死入生的精神 直到出死入生精神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真元柱的善性 要我们能够立真立善立美立性 然后我们生死由命 听天由命 这是对瑜伽的思想 我们沉迷这一份 直到这一份的时候 我们就要尊度贵德 这个就是度家思想 与天道相通的时候 刚才郭教授也说了 招民道直死可以的这份浩气 直到这份浩气的时候 我们会跳过 鼓励我们有一个很清晰的方向 这个也是明末阳帝成大将军 因为明末了 清朝来的时候 应召他成为清朝的大将军 他说我不要 我宁愿死都不服侍你的时候 这份浩烈精神 他就说了 浩气还太虚 担心赵千古 平生未了事 留待后人宝 他在想断头台 就被人斩 他宁愿这样 他就告诉大家 我一边担心赵千古 这个就是很清楚成就了 扶莫之命而上自然的毛汁 藉着这个毛汁 我们更看到生命的那份动力的时候 就是莫莫真元柱 我们希望立真的时候 保持生命自己本人的善性 在明德上止于至善 这个就是信仰的提升 特别是基督的救赎 从我们罪恶之中提升过来 将我们摆脱罪恶的束缚 恢复人善的真元柱 到我们在主外来立真 直到我们度在主内立真的时候 我们更加很能找到主的救赎 在灵身善中上相遇 在天家和天主相逢 在金义言席上交谈 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復活 復活使人享受新的生命 有相逢交谈的恩宠 得享永恒不老的生命 所以金席不居归故土 他朝君体也相逢 应该是他朝君体也相逢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相逢日子 是天主给我们的特别的恩宠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人人有相逢的希望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把握到生命的动力 让自己在生命之中 立真处和真结缘 立善处和善结缘 立美处和美结缘 立圣处和善结缘 这个就是生命和德行结缘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做到一个尊度贵德的圣人 我们才有很真诚地结出我们的善果 而这个善果正正就是 聖神给我们的恩宠 聖神的九个善果 让我们能够很清晰地把握他 人爱喜乐平安 忍耐良善温和 忠信又和设制 也都好像我们要做到 无是无非离世妄 不忧不拒入天香 这个就是柴湾坟像圣堂的对联 记住 红尘滚滚滚 周围滚 你不要去滚滚了 你自己 是是非非 满天飞 你是不是满天飞的人呢 值得我们反省 如果我们不是做这些是非的人的话 我们生命都自在些 值得在无是无非的时候 我们更加不忧不拒入天香 所以最后来 我就以聖伯禄宗徒所说的 一切已经准备了 就是正义的审判者 到那一天要赏赐我 不单只赏赐我 都尝试给一切爱慕 他显然的一天 天主给我们的恩宠是很大的 就让我们拍拍胸口 嘱饿来了 所以死都会眼闭的 一定安长的 天主保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